欢迎收看本节目 18岁的新秀 李雅可就有亮眼的表现 国拼另一位老将 刘诗文没有参加 今年的拼超联赛 但他每天准时 到训练馆进行训练 其主管教练马林 陪着进行训练 身为大满贯得主的丁宁 在今年6月底参加完 国拼封闭集训之后 就以身体状态需要调整 为由向国拼请了一个长假 他缺席了 国拼东京奥运 模拟赛和全景赛 女拼世界杯与总决赛 她没能获得参赛资格 直到WTT澳门赛 才重回赛场 在今年的拼超联赛名单公布后 球迷们发现丁宁 不仅代表北京首钢参赛 同时还担任北京首钢的教练 丁宁不仅自己上场比赛 还要安排整个队伍的出场阵容 在今年的比赛中 丁宁也减少了自己出场的次数 多给年轻选手 上场机会 18岁的小将李亚 可就多次出任第一担打 她先后战胜 世界第八正一径 和国拼主力王曼玉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北京首钢最后一场比赛 是对阵陈梦 孙颖莎领衔的深圳大学 丁宁没有出场 她坐在场边 进行指导 北京首钢 也毫无悬念的 连输三场 大比分0比3输给了 甚至大学 以一胜欺负的战绩 结束了今年的拼超之旅 在赛前的时候 丁宁就直言 今年球队 在成绩方面没有目标 锻炼新人 是最重要 在比赛结束之后 丁宁接受采访的时候 散开了 自己的头发 长发披肩 出现在镜头前 还时不时地 用手轻撩长发 球迷们看了 纷纷称赞 气质真好 丁宁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真的一直超级 羡慕姐姐的发质 绝了 仙气飘飘的凝脂 丁宁是减少了 自己出场的次数 而国平另一位老将刘诗文 则是没有参赛 因为进行了 右手手术 刘诗文接连缺席了 国平东京奥运模拟赛 全景赛 女平世界杯 总决赛 原计划在WTT 澳门赛回归赛场 最终也是只跟随 国平训练部参赛 不过此次 拼超联赛 刘诗文跟着国平 一起来到广州长龙 当队友们 每天比赛的时候 刘诗文则每天 准时来到训练馆 进行恢复性训练 其主管教练马林 陪着他进行训练 刘诗文表示自己 刚刚归队练了十来天 训练量 再一点一点恢复 针对刘诗文的身体情况 马林特意制定了 阶段性的康复恢复计划 马林直言刘诗文 长时间没有训练 对基本功的恢复 还很重要的 包括脚下的步伐 手上的感觉 要给刘诗文 找到状态 在训练中 马林给刘诗文 当陪练 亲自上阵 给刘诗文做示范 不停地与他进行交流 刘诗文直言 现在每一天训练 都是战胜自己 超越自己的一个过程 当状态积累到 一定程度肯 定会回到赛场 把自己当成一个小队员 从零开始 能勇敢地输 也是一种进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